我的名字叫豌豆下 如大家所见 我们搬家到了永驶旁边 豌豆下识快救我 我要淹死了 夏日葳主观你怎么跑rs去了 怎么没把你淹死呢 我怎么知道这个永驶那么深 你能不能有点常识啊大哥 你见过哪个植物能种在水里的 怎么没有 海藻 海蘑菇 你这是硬台冈 高检我都可以啊 呃 高检我给我出来 蛤 我只是想在水里泡一会而已 夏日葳主观这个哈哈也就算了 怎么连高检罗你也跟着皮啊 因为我想用水滋润下我的皮肤 不是 你五大三粗的大叔还要往往皮肤的吗 我乐意 问你屁事 你们难道忘了我们为什么会跑到泳池这里来吗 因为 我们前门失守了 是啊 十人花主委可是都牺牲了 你们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嘻嘻嘻哈的 十人花主委 呃 万豆下士 其实我并没有被砸死 主要是我平时经常练一架 有人性很好的 你看啊 你给我滚一边去 哎呀 万豆下士 你不要总是那么紧张 偶尔也要转化一下心情了 就就就 一边玩去 哎呀 咱们只有休息好了 才有精力对付僵尸对不对 话是这么说 你怎么知道僵尸们什么时候会攻过来啊 放心吧 我已经安排小喷姑去放哨了 去放哨了 小喷姑 而且他们不会睡着吗 我给他挂了两罐咖啡 不加糖那种 那行吧 你们好好玩吧 我不多说什么了 哎 别这样嘛 你看 我把睡帘哥都请来了 来 往哥身上坐 啊 你这什么糟糕的台词啊 别害羞 来嘛 行了 你可闭嘴吧 来嘛 万豆下手 向日葵你还真上去啊 这水面上的感觉是真不臭 好粥啊 感觉又沉下去了 不粥 人家一点也不重 哎 高尖锅你这就过分了吧 不是 这僵尸是不是过来的呀 蘑菇的 你他妈